英國傳媒力靜,習總博士論文請窗 官方履歷說,它擁有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不過英國星期日 Time 時報就報道 根據上個星期在香港拿到 據稱是習總博士論文的副本 經由學者分析,論文可能是請窗找人代寫 報導披露這一份從未正式發表 長達161頁的論文 雖然著名參考了百多本中英文書籍 它是漏洞百出,缺乏第一手研究結果 很可能是綜合官方調查報告和外國研究成果之後 由專人以馬列主義詞匯合成 報導又指,論文的題目是中國輪遷史長化研究 不過清華頒給他的,是法學博士學位 論文似乎與法律,法學無關 連這一份習總論文的指導教師 學科方向是馬克思主義與鄧小平經濟思想 亦與法律之不相關 報導更加指,習總拿到博士學位後沒多久 清華大學一個有影響力的教職員就迅速獲提升 至黨政高層位置 在習近平未進入中南海之前,海外對他的論文已經有很多質疑 習總就重力表態 官方歷歷顯示,習總是在1998年至2002年期間完成博士論文 不過他當時在做福建省長,精武繁中 外界認為他未必有時間自己完成論文 習總文革初中畢業就到農村插隊 七年之後獲免史推薦入清華化工專業學習 用來獲得法學博士,試圖亦都從此平暴清雲 其實中共工場早年學歷越高,升遲機會就越大 大正令到學歷水分十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